在中国广阔的国际内 分布着山地高原 热带丛林 温带森林 生物多样性 异常丰富 这里 生活着许多地球上 最珍惜的野生动物 比如雪豹 金丝猴 藏林羊 亚洲象 还有东北湖 在我们的纪录片中 你将会看到 这些独具魅力的自然生灵 如何在困境和危机中 顽强应对生存的挑战 他们的故事穿越四季 一幕一幕连番登场 野性世界里 也许一个毫不起眼的决定 就会带来生死攸关的改变 荒野沉寂 人寂寒至 这是中国神农架 国家公园的冬天 一种独特的冰威林长类动物 隐居在这里 他们披着金色的毛发 行动敏捷 这就是 川金丝猴 寒来暑往 我们和两个金丝猴家庭 一起走过四季 见证了他们因为争夺食物 选择配偶 和家庭地位巨变 引发的悲欢离合 每一个新生命的匠生都至关重要 他们是家族繁衍盛大的根基 金丝猴王国里 一场关系生存与未来的争夺战 即将上演 中国地处东亚大陆 幅园辽阔 国际内生态系统多样 物种丰富 神农架国家公园所在的湖北省 为云内陆腹地 这一地区已经被列入 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茂密的原始森林 是川金丝猴这种珍稀 灵长类动物的重要栖息地 目前生活在这里的川金丝猴 有近一千五百只 数量一直在稳定地增长 科学家对他们已经进行了 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 金丝猴群居生活在这片广袤的群山中 在主要聚集区域内局部迁徙 每个金丝猴群 都有几个家庭单位组成 每个家庭都由一只雄性金丝猴 作为大家长带领全家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雄性统治的族群 但科学家最新的研究表明 猴群里雌性金丝猴的影响力 要远超我们的想象 这个金丝猴群里 实力最强成员最多的家庭 由大红统领 它是一只正当盛年的雄性金丝猴 带领这个家庭已经有四个年头 金丝猴家庭里亦夫多妻 长半旗左右的母猴 科学家叫她燕伟 在家庭里很受尊重 正怀着第三个孩子 燕伟的眼睛在争夺食物时受过伤 金丝猴王国里 这样的争斗司空见惯 荒野觅食很难和平相处 猴群中还有一个小家庭 家长是兰哥 它是一只年轻的熊猴 刚组建家庭不久 妻子数量屈指可数 其中这位名叫亮亮的母猴 和燕伟一样也怀孕了 明年春天 她将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兰哥家在猴群中实力薄弱 生存不易 只有精诚团结 尽快壮大自己的家庭 他们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 冬季是金丝猴最难挨的季节 冬季是金丝猴最难挨的季节 原始森林里的严酷低温 对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这里的气候温度 经常会降至零度以下 持续数月 这是林长类动物 野外生存的极限 好在金丝猴有不少应对的办法 它们毛发浓密 皮脂深厚 可以抵御严寒 要想尽可能地减少 与冰冷雪地的接触 它们甚至可以直立行走 神农架地区一直有关于神秘雪人的传说 或许就是和双族行走的金丝猴有关 冬冬时节 比严寒更加严峻的挑战 是要找到足够的食物 树皮通常是冬季僧灵 所能给予它们最好的东西了 尽管没有多少营养 但总算可以辜负 能够标记一个金丝猴家庭实力的 正是它们在森林里占据的区域位置 和这里食物的丰富程度 它们一直为更好的地段而争斗 大红和它的家庭是争夺战的长盛军 寻找食物的范围也就更加宽松 这片河谷是它们最喜欢的宝地 河谷依偎在山坳里 要比裸露的山坡更加温暖 一年四季都可以为它们提供所需的食物和饮水 在一个隐蔽的角落 燕尾正在享用树上掉落的松罗 棕罗富含碳水化合物 在这样的季节能够找到这样的食物实属不易 能够经常到这里来打打芽迹 让大红一家的冬天显得相对容易 这片河谷简直就是它们家的冬季乐园 这片河谷简直就是它们家的冬季乐园 相比山谷里的窃益 山坡上的兰哥一家 正在想尽办法抵御寒冷 但它们所能做的 也仅仅是集在一起 这里的食物远没有河谷那边丰富 这个金丝猴家庭处境如此艰难 家里的年轻熊猴最先受到了影响 母猴们不允许这只两岁半的熊猴 加入它们抱团取暖的阵营 它被驱赶 因为它会消耗这个弱小家庭 本已有限的生存资源 兰哥作为家长 是母猴们背后的支持者 甚至一度加入了驱赶者的行列 这无疑是残酷的 但也只有如此 弱小的金丝猴家庭 才能在更为残酷的自然环境中 生存下去 它们别无选择 将年轻的小熊猴赶出了家门 失去了家庭的温暖 它很可能无法经受漫长冬天的考验 本能驱使它去寻找另外一种生存的机会 这就是全部由雄性金丝猴组成的单身汉家庭 它们是猴群中的另类 这些单身熊猴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猴群里的不安定因素 它们大多已经成年 不能继续留在原生家庭 但又太年轻 还不具备组建家庭的能力 小灰就是这样的一只熊猴 它全力以赴的理想 就是要战胜一位熊猴家长 然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这些单身汉们一直生活在猴群的边缘 不断骚扰其他的熊猴家长 也希望给母猴们留下好印象 被兰哥家驱逐的小熊猴 正小心翼翼地接近这群单身汉 它不知道它们对自己的到来 会做何反应 某种程度上 它是一个入侵者 但小灰和其他熊猴 似乎颇为宽容 毕竟 它们都曾经历孤身求助的困境 小熊猴被允许在附近寻找食物 这表示它已经获得了接纳 这只小熊猴将会从这里的同伴身上 学习成长 尤其是志向远大的小灰 它一直希望能够引起那些母猴们的注意 春天 神农家国家公园获得了新生 山毛菊 松树 画树 还有初放的杜鹃花 各种灌木 桥木 都开始焕发出生机 为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提供丰富的食物 也成为它们的庇护所 金丝猴族群 终于不用再为食物营养范畴 不同金丝猴家庭的强弱悬殊 暂时被搁置 现在正是尽情玩耍的好时候 金丝猴的尾巴几乎和它们的身体一样长 长长的尾巴能够让它们在树林间跳跃时 保持完美的平衡 食物充足 天气回暖 猴曲里大家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今天 对于兰哥的小家庭来说尤为特别 亮亮刚刚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孩子 是只小瓷猴 家庭里的其他成员都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看这个小宝宝 她们围在亮亮周围 好奇地探望着这个小家伙 出生于猴群里地位不高的家庭 她的成长可能会经历更多的考验 但对于亮亮来说 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已经奠定了她的家庭地位 现在她是兰哥家庭中最尊贵的母猴 大宏家庭尾的孩子也出生了 可是孩子的健康让人担忧 叶伟做妈妈经验丰富 但这一次她对孩子有着非常地保护欲 即便是姐姐前来探望 叶伟也不愿意让她抱一抱 新生命的诞生总是引起很多关注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孩子生病了 燕伟很是无助 而此时另一个小家庭里 亮亮这位新手妈妈照顾幼崽的技能日渐娴熟 现在是时候让她见一见自己的父亲兰哥了 这是兰哥的第一个孩子 他会喜欢这个小家伙吗 金丝猴家庭里 熊猴父亲的态度不仅影响孩子 也影响到这个家庭的未来 幸好 看起来兰哥喜欢这个孩子 面对小家伙 他表现出了作为一位父亲的温和 耐心和保护欲 真是悲喜无法相通 悲剧发生在了燕伟身上 他的孩子 腰折了 燕伟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仍然带着他的孩子 四处游荡 在金丝猴肿群中 这样幼崽一出生就夭折的情况 并不常见 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 我们并不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梅找到了一处僻静的空地 她决定把孩子最后安置在这里 失去新生儿 很可能会影响燕伟 在她那个强势家庭中的地位 她连续生养了三胎 才成为大红众多妻子中的佼佼者 但随着孩子的夭折 一切都可能不复存在 对于猴群中的其他家庭来说 生活还在继续 在金丝猴种群中 育儿职责是由家庭里 所有母猴共同分担的 但第一次当妈妈的母猴亮亮 总是很难放手 其实集体合作很重要 只有这样 母亲才能有自己的时间 来进食和休息 小家伙总是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 似乎林地上的一切都值得去探索 年纪这么小的幼崽 还很难进行抓握 保持身体平衡也是需要学习的技巧 尤其是头顶上 还有其他人在跳跃玩耍 他必须多加小心 在猴群中 能够照顾新生儿的 并不只是成年金丝猴 小猴甚至是更小年纪的幼猴 也会轮流练习为人父母的技巧 这只育儿杂牌军注意到了亮亮的宝宝 可是他们又很快厌倦了带领这个小家伙 将它遗忘在了灵地上 母亲亮亮正在树上寻找食物 完全没有注意到被丢弃的孩子 对于刚出生不久的猴宝宝来说 森林环境危机四伏 苍蝇 蛇和狐狸都可能带来伤害 亮亮的宝宝独自留在森林里 很容易遭遇危险 更糟糕的是 这时候森林里变天了 真是万幸 一只小猴想起了林地上的小家伙 赶紧返回来搭救 然后将它安全地送回了母亲身边 亮亮所在的家庭虽然成员不多 地位不高 但很是有爱 他们已经战胜了不少困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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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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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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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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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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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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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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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